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也多謝CattyFat4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 現在開戶口開到第四個了 真的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現在要講一件我覺得挺慘的事情 就是地球先生真的病了 首先要講北半球很熱的 有幾件事 但第一件就要講意大利和美加發生的事情 在意大利那裏 他們發出了紅色警暴 因為熱到紅色警暴 這麼嚴重呢? 我們這些嬴兒說笑 是准管者是虎笑 因為現在在意大利有十六個城市 第二就是紅色警暴 熱到怕街 那麼他們是多少度呢? 羅馬是41度 還有其他地方的 西西里島那些就是45度 現在看得到的情況 其實很多地方都超過40度 意大利是超過40度 在Sardinia那裏 他們是45度 西西里島也是45度 很多地方已經熱到怕街 還有希臘 也是43度 現在 有些地方不是全部 現在知道的情況 那麼西西里島和Sardinia 他們現在說的溫度是可以升到攝氏49度 這些是很誇張的暑熱程度來的 這個Sardinia就叫做薩丁島 那麼攝氏49度 是歐洲有紀錄以來最熱的天氣 那麼意大利整個紅色警暴 就是說健康的人 都可能會面臨高溫風險 那麼意大利政府就建議 在紅色警暴地區的人 在上午11點至下午6點之間 不要被陽光直接射倒 也警告了要特別照顧老年人和弱勢的群體 那麼 不只是意大利 就是 法國西班牙 也有些地方 就是剛才我說希臘 但是法國西班牙也有一些極端氣溫 那麼 在希臘和意大利都有遊客熱到暈了 那麼在米蘭附近 就有一個戶外工作的人就熱死了 是真的熱死人了 不是開玩笑 那麼 希臘他們 剛才我說的 有些地方是43度 那麼40度以上 有些自願人士就在旅遊景點 派一些進裝水 那麼 希臘當局 就在星期五最熱的時候 就關了 這個 雅典衛城 那麼 希望保護遊客 就不要在這麼暑熱的情況之下去參觀 那麼 這件事 就是 發生了之後 星期六他們也是 據我了解也是關了 雅典衛城 那 那麼 現在這麼熱的情況 那麼 地球先生是不是病了 現在這個 整體的氣候變化 就是全球變暖 是令到這些極端的氣候現象 變得更加強烈和普遍 這些是根據 世界氣象組織 的專家說的 那麼 這個高溫 這個星期也會繼續 透過 衛星監測陸地和海洋溫度的 歐洲航天局 這個ESA 就說 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德國、波蘭 都可能會出現極端的情況 就是歐洲也很嚴重 那麼 這個星期 意大利就會另一場熱浪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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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呢 就把這個熱浪 就 叫做 Caron 這個卡蓉 就是這個希臘神話裡面 就把靈魂送去冥界的人 那麼 哈哈 的神 應該不是人 他們叫神 那麼 現在 即是 這個星期 意大利的氣溫就會超過攝氏40度 不只是 歐洲 那些事情 其實國內 中國大陸也是有問題 其實日本也是熱到趴街 就是我昨天 看回我 就是 離開日本之前 拍的照片 就有部分 就是 在電視機那裡拍的 摺出來 那麼 他們就說這個星期 就是 日本的關東地區都會是40度以上 都是熱到趴街 那麼 那麼 捷克他們的氣象公司也說 他們 這個星期 他們 有可能 氣溫是超過攝氏30多度 38度 非常嚴重 那麼 不僅是歐洲 美加也很嚴重 美加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美加也是很嚴重 這個熱狼 是 會死人的 相信 那麼 現在 在美國 就有1億1300萬人 就是美國 只是說美國 他們 就 已經是收到 這個 暑熱警報 那麼 這個暑熱警報 就是 佛羅里達 加州 華盛頓州 都有 還有其他州份 當然都有 那麼 禮拜六的時候 在鳳凰城 阿里桑那州鳳凰城 就攝氏48度 攝氏48度 很瘋 那麼 還有就是 連續16天 是超過攝氏43度 其實他們是 這個是紀錄來的 現在是破紀錄 現在是 有些佳友 就是三級燒傷 在美國現在是 在美國 是非常嚴重的 那 還有 就是 在死亡山谷 這個加州 死亡山谷 死亡山谷 死亡峽谷 或者叫做 它 這個地方是多少度呢 是攝氏54度 熱到趴街 就是 是很嚴重的 那麼 當然是 有機會會死人 就是這樣的情況 美國呢 每年呢 都熱死700人 平均 這個是根據 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去說的 每年死700人 就是因為熱而熱死的 那麼在加拿大 都是嚴重的 就是 加拿大呢 當然 它天氣熱 再加上 比較乾燥 當然是有些 就是山火的問題 這個山火 之前我們也有說過 6月的時候已經有 他們現在也是很熱 就是 現在是 高過平均溫度 但是 就不是說 去到美國那種 那麼極端 還有就是 在拉斯維加斯 倒成 這個內華達州 接下來這幾天呢 可能 估計呢 就會去到攝氏47度 那麼 熱到趴街 其實 你可能說 喂 這個拉斯維加斯 是不是沙漠 熱是正常 那麼 根據 美國他們天文台說 他們就說 這個不是正常的 其實 為什麼不是正常 因為 沙漠是會熱 但是不會熱到那麼離譜 其實 熱到 47度 這些是破紀錄的 其實是 攝氏47度 他們就報過華視度數出來的 他們就報過117度 這個也是很瘋的 其實這些溫度 那麼 美國就不是 所有州份都同時那麼熱 但是 就是 就是 在 德州 在 德州 這個地方 他的 紀錄就是怎樣呢 就是 華視 100度以上 是連續 27天 華視100度 其實已經是30多度 就是 37.7度 37.7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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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這個數字就是這樣 是連續27天超過這個數字 還有就是 現在的醫院 就是 接收了很多 因為 就是 太熱 中暑 那些人 收了很多 那 還有就是 就算晚上 本來正常來說 也是會 涼一點的 但是現在 都是非常暖 晚上 那麼 美國 歐洲 都是 很帥 那麼 那麼 7月的第一個星期 全球平均溫度 就是攝氏17.23度 這個就是有史以來最熱的 這個是根據聯合國的數字去說的 這次是 很糟糕的 真的 很糟糕 喂 怎樣呢 地球先生病了 仍然說笑準管者是苦笑 是啊 沒有辦法的 盡量大家也要 環保一點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 那麼 那麼 香港藝民就說 香港是溫帶氣候 日間都36度 夜間呢 更加高度 28 29度 香港呢 其實嚴格來說 就叫做一個瓦熱帶的地方 香港還不算是溫帶的 這個我也要先說一說 就是根據 就是 以前我小時候在香港讀書 就是 香港就是瓦熱帶 氣候 那麼 那麼 香港藝民就說 最近幾年颱風也更強了 其實因為你的氣溫 高了 的時候 颱風可以吸收到的能量 又會更強了 那麼 他吸收了熱能之後 他就轉化成風力 是可以 很難得辛苦的 那麼 Winson 拜六拉就說 我自己做地盤也覺得難頂 其實做什麼都很難頂 在這麼熱的地方 這個是 嚴重的問題來的 其實就是 這個是很難搞的 那麼 不僅是 美加和歐洲 中國大陸也是 很熱 那麼我待會回來就會說一說 就是 中國大陸一件事 但是香港媒體的報導 就很糟糕 我看到其實 昨天也想說 火到來 接著就 叫James幫忙找找 究竟是什麼媒體報 其實是國內媒體最初報的 但是 到了某個地區之後 消息就變了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Sandy Wong說 上海昨日39度 極端屁屁燒烤員 就說 每個人都去了商場涼冷氣 那麼 在美國也是 但是他們有一個情況 就是 用的電容多了很多 哈哈哈哈 那怎麼樣 這個是沒有辦法 那麼 Freder Wong就說 這個夏天 安省比較多 雨水和雷暴 入夏以來 都未臨過後院的植物 其實是很嚴重的 今年其實是很奇怪的 天氣 其實是很不正常的 今年其實是 是 非常非常不正常 那你說有沒有辦法 解決 沒有辦法的 這些 哈哈哈哈 真的沒有辦法 是 現在是 來到這裡休息一會 回來講國內的一宗 熱死人 差不多是熱死人 沒有熱死人 他會不會 他會不會 是 很快 有 有 是 有 有 人 by bwd6 by bwd6